根据CDC的说法,预测和爆发分析中心CFA旨在成为传染病国家气象服务中心 正如气象学家的天气预警一样,CFA是针对传染性爆发 据了解,因2021年联邦刺激计划提供了2亿美元的资金 该中心于去年8月开始规划 希望未来这些预测将能帮助全国社区更快速 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病毒的出现 防止另一场全球大流行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